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一宁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来聊聊内地的防疫变化 最近这一周不少内地的城市的疫情防控措施 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 我们从最近的开始说起 昨晚浙江省的杭州 宁波 嘉兴 绍兴等等城市 是接力发布通报 调整防疫政策 主要的改变有三点 第一 从12月5日 也就是今天开始 不再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 实行院检进检 各地继续提供便民检测服务 第二 是除了养老院 福利院 中小学 幼儿园等特殊场所之外 乘坐地铁 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进入公共场所 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也不再需要扫场所码 第三点 是通过药店购买 退烧 止咳 抗病毒及抗生素 这四类药品的人员 不再要求核酸检测和赋马促检 除了浙江省之外 不少省市也已经早于今天就优化了防疫措施 优化的方向和浙江很类似 比如至少有9个省市 取消了按行政区划进行的 常态化核酸检测 其中就包括了北京 广州 天津 西藏和新疆 而从12月2日开始至少19个城市宣布搭乘地铁 不再需要查验核酸证明 其中就包括了成都 天津 上海等等 还有至少一省五市宣布 居民购买4类药品不再需要提供核酸证明 比如广州 南昌 山东等等 而在山东还取消了交通场站 港口码头 高速卡口等场所 强制性核酸检测落地检的要求 在北京还规定长期居家的老人 居家办公和学习人员 婴幼儿等没有在社会面活动的人员 如果没有外出的需求 是可以不参加社区的核酸筛查的 这些政策的调整可以说都是在落实 国务院的20条优化措施 11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公布了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人民日报接连18次刊发署名为众英的文章 评论内地的防疫政策 而从11月30日的文章 齐心协力 坚决助劳疫情防控屏障这篇文章开始 众英没有强调动态清零 而是转而论述 更科学 更规范 更快速 更有效的开展防控工作 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管住 该落实的落实到位 该取消的坚决取消 11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船房处研究员 常昭瑞表示 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证实 Omicron变异株及其进化分支的致病力和毒力 相比原始株和Delta等变异株是明显减弱 国外的研究表明 Omicron变异株引起重症和死亡的比例 是明显低于之前原始株和变异株的 而在全国已经完成基础免疫的条件下 新冠病毒防控回归乙类管理的条件 见趋成熟 而回归乙类管理也可以为未来进一步优化防控措施 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 做到有法可依 那之后呢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 连续两天召开座谈会 听取相关专家和防控工作一线代表 对优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建议 而这也是疫情发生三年以来 首次召开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为主题的座谈会 在这两次座谈会上 孙春兰都提到 Omicron致病例在减弱 防疫需要小步走不停走 强调各地应该不断完善诊断 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 加强全人群 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 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 充实基层专业防控力量 强化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分级诊疗 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服务 推动各项优化措施落地见效 同时呢 孙春兰还强调 要落实好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一系列的政策和座谈会之后啊 各地终于开始调整防疫政策 而最先看出变化的呢 是药店 由于现在购买退烧止咳 抗病毒 抗生素这四类药品 不再需要登记和驸马促解 那在北京呢 不少药店中的莲花清温 布洛芬就已经率先是授庆了 而在广州啊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丁丽就表示 但是12月1日这一天的监控就发现 室内零售药店感冒 发热类药品 一天的销售记录是达到了10万条 是平时的2.5倍 而同时卖脱销的呢 还有新冠病毒的快速抗原检测棒 可以说这个情况和今年3月的香港 是一模一样 在香港呢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说复长 我们理解的复长呢 是生活工作不受疫情的影响 不过就像我们在香港 每一天都在提醒大家的一样 复长路上呢新冠病毒并没有消失 那根据国家卫健委今天的通报啊 内地新增本土确诊个案是4247宗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呢 是25477宗 而保护自己和家人呢 接种疫苗和戴好口罩 仍然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们期待啊 随着防疫措施的放宽 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回那些 看上去不必要的生活中的小美好 而这些不必要的美好和对生活确定性的追求 才成为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向往和努力下去的原动力 让我们一起面对疫情好好生活吧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